难怪饭店做的凉拌苦菊那么好吃 原来调汁有技巧 清热去火 爽口又解腻 凉拌菜你喜欢吃吗 屏幕上投个票 告诉我吧 首先把苦菊的根部给它去掉 接着再放入清水中 给它多清洗几遍 这样能够彻底的去掉里面的泥沙 再放入清水里面 给它泡发10分钟 让苦菊支冷起来 泡好后放入漏网中 沥干水分 这个时候准备少许干豆腐 咱们先给它一分为二 接着再切成细身 这个身要切得均匀一些 全部切好后将它抖散 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大葱少许 也把它切成均匀的细身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咱们来调一个半苦菊的灵魂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白糖 香醋来一勺 味极鲜酱油来一勺 再来几滴香油 最后再少来一点盐 搅拌均匀 放到一边备用 准备少许干辣椒 将辣椒切成均匀的段 切好后装入碗中 锅中来一小把花椒粒 加入一勺食用油 接着一直开小火炸出花椒的香味 我们把花椒的颜色炸到褐色就行了 炸好后再将花椒捞出来 把热油倒在干辣椒上 给辣椒炸香 这个时候的苦菊 磊干了水分 接下来给它切成均匀的段 装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 下入干豆腐 葱丝 然后再倒入灵魂料汁 倒入炸好的辣椒油 带上一次性手套 上手给它抖拌均匀 注意时抖拌 如果抓拌的话 会容易把苦菊抓蔫 拌好后 一道清热去火 爽口又解腻的凉拌苦菊 就做好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关注老牙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